打包完成 出發運往重災區 這一車物資能成型 背後靠多少人幫忙 他常吃的 你不問他現在搬了多少次 我不知道 張玉華到莫三比克十多年 經營中國城超市 信任慈濟志工 搬走的物資款項都還沒結 他持續協助調貨 文章帳篷是缺的 沒有人背這麼多 這是一場特殊的災難突如其來的 物資賣給慈濟 他本來就不打算賺錢 我大量 你給我成本價 採購 打包 接下來如何運送到災區 我以前就這麼吃飯 白鵬宇看著本土製工煮大米 回想自己剛落腳莫三比克 就是這麼辛苦走過來 其實我已經把我 不是當成這個中國人了 我在這生活了有六年多了 其實跟當地人差不多 就是我們自己的同胞有難的時候 我們肯定要伸出援手 他提供卡車運送物資 從馬不多到貝拉一千多公里 卡車來來回回 不是馬上就能歸還 他豪氣雲諾 其實很癢的 但是為什麼能忍住呢 追蹤牽線的孫雲龍 一個月前才去過禁絲經社 在花蓮被蚊蟲叮咬 他卻不擦藥 他用這些傷提醒自己 慈濟草創有多困難 這也是他這趟 特地從北京被莫三彼克的人鈺 慈濟草的這個公益和慈善 就發放到這個 在他們手中 就這個直接送達 直接援助 這個我還是非常非常 這個推崇和贊動的 我們在北京發起的時候 就會有很多的實業家 就是看到 他們就說 我們在非洲有 我們願意來幫忙 不論是正在最前線 或後勤補給 都因為有愛才能串起每個點 建構出完善的救災網絡 大愛新聞的亞平楊俊廷 莫三彼克採訪報導